AWK Hello YouTube 我是bucks 歡迎收看《全新的蠟絲》 節目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近買的相機 我本身就是用這個 M50 其實為什麼要轉新機呢 就是因為 M50 的功能是拍片和拍片都很平均的 但是想買一部比較漂亮 我就買了一部 A73 為什麼會買 A73 呢 首先 A73 是一部 Full Frame 的相機 其實什麼是 Full Frame 全篇幅呢 就是感應器會比較大一點 同樣光圈發門 ISO 的情況下 全篇幅其實吸光會比較多 在低光環境拍攝就沒有那麼多拍攝 不行 先脫光一下 好多氣 那麼呢 就這裡有一條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兩部相機正在拍攝 Full HD 1080P 25格 50分之秒 四光圈 然後 ISO 是 25600 你會見到這個呢 是起了炸的 這個呢 就沒有那麼誇張 第二呢就是容易做到這個淺鏡心 淺鏡心是什麼呢 就是前清後蒙 就是後面可以長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全篇幅的優勢 第二呢就是這部相機是用雙卡的 什麼為雙卡呢 我呢就自己習慣是用來拍片的 第一張卡是用來拍照的 可以拍片和拍照的時候 就分開兩張卡 那你在之後回到家找片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那第三呢就是有很多 就是有三個轉盤 這裡有一個 然後後面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 那我就分別設定了快門 光圈和 ISO 我本身的M10 其實只有一個 那你要按下螢幕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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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麻煩 我覺得 在這三個轉盤上是方便一點的 那呢 不單止這一點 就是有很多自訂的功能 就是你看到這裡 有些C1 C2 這邊有個C3 下面有個C4 那就可以讓你設定一些不同的自訂鍵 那我譬如可能C2 就設定一個對焦的模式 C1就是對焦的次數 就是一個是連續對焦 就是除了這部東西 有得收音 收音完之後呢 你要聽的嘛 就是這個是收音 這個是聽 但是我那部東西 只有一個收音 那你把耳機放進去是沒有反應的 你是聽不到聲音的 那 有得監聽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在拍攝的時候 就知道你的聲音有沒有炒到 即是如果你炒了 就可以來多一個 這部東西是可以用USB充電 那在你拍攝的時候 譬如你要很長時間去拍攝 或者去拍攝的時候 就不用經常都換電 就直接用MacBook的充電線 它有兩麥克風 它充電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呢 起碼可以充電 我這部呢 是平時出去拍攝也好 拍照也好 起碼要帶三顆電以上 才夠 那說完好處呢 首先呢 首先呢就是沒有反螢幕 它的反螢幕呢 就可以這樣 向下反 和向上反 拍Vlog 那你當然是橫看 我現在都是看旁邊 可以知道自己在拍攝什麼 還有你知道自己是不是中風 即是有時候呢 你拍完一些東西 然後你花時間看 那你中不中風 那有個方法可以解決的 那你就買個螢幕去拍Vlog 但是你拍Vlog 就輕便為主 那但是 沒有得拍Vlog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用這個 小的HDMI 如果拍過東西的人 都知道呢 小的HDMI 是極度之廢 就是這樣動一動就會斷了 一條線 你呢 幸好就是斷一條線 不幸好呢 就斷了頭 那又不知多少錢 Sony可以 那 說完這部機呢 就到說鏡子了 我買了三支鏡子 是給它用的 首先 那第一支 這支 騰龍的28-75mm 2.8光圈 接著呢 就到這支 騰龍的70-180mm 2.8光圈 之後呢 就到這支 Sony 的20mm G鏡 1.8光圈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三支鏡子呢 這三支鏡子呢 它們都是67mm的 Filter Size 可以三個Filter都可以共用 即是你買了一張 漂亮一點的Filter 這個呢 是67mm 28-75mm 拆出來的 可以 放進去 比如你去拍照的時候 去拍風景呢 你不用帶很多Filter 你不用帶很多Filter 那 還有這三支鏡頭呢 都有這個 防水膠邊 可以有防水滴的效果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入塵 逐支逐支說一下 首先呢 就到這個騰龍 28-75mm 2.8光圈 這支是一支Zoom鏡 Zoom鏡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這樣Zoom Zoom Zoom完其實都不是很長的 為什麼不買其他廠呢 這支在這個規格來說 是最輕最便宜的 這支是騰龍在日本設計的 這支是Made in Japan 我看過很多影片 都覺得這支是不錯的 雖然是塑膠的感覺 到這支 70-180mm 其實是一支外面焦的鏡頭 內面焦就是 它永遠都在這個長度 然後你Zoom 就永遠在裡面Zoom 這支也是塑膠的感覺 這支是Made in Japan 越南的 然後這支 就沒有平時70-200mm的功能 即是這裡其實只有一個鎖 70mm鎖著它 不讓它Zoom出來 但是Zoom也不是很多 即是跟剛才Zoom的距離都差不多 看到嗎 這兩支鏡頭都是沒有防震的 攝影窮三代 年輕人 入攝影窮前要想清楚 最後就是這支 20mm G 鏡頭 F1.8 就是一支定焦鏡頭 定焦鏡頭是不能Zoom 這支是對焦環 這個對焦就是用了新的摩打去對焦 這樣就會快一點 這支鏡頭這裡有個Kick的功能 這個其實是一個光圈環 在拍片的時候 只要off了這個Kick這個東西 就可以無段式的轉轉轉 例如入到一些光線比較分岔很厲害的時候 因為拍片很少會改它的快門速度 之後就會拎它的光圈 還有有時候會用ND 但是在前面擦也會麻煩 這邊就是AF-MF 這邊是自動對焦 這邊是手動對焦 還有特別一提就是不電的大小 這個是A73的電 這個是A50的電 大家可以看到 相差一半了 這支鏡頭給大家看 好 簡單 現在正在使用Sony A73 加20mm 1.8光圈的鏡頭拍攝 Y的程度應該跟剛剛A50那支差不多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開啟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 喜歡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甚麼想跟我說都在下面說 還要follow我的IG和MIV 是這樣的 拜拜 我們在裡面 兩大小的製作 再入十分之一 最近又要帶開啟鈴鐺 你看我們 有一點小的貨鈴鐺 在它鹹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